回圈没有听得非常清楚可以再听过 那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是回圈 那回圈的话实际上简单讲讲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反正他的白话意思就是重复帮你做 OK那人是很讨厌重复做的 叫你做一百次 你可能昏倒了 对不对 那电脑你叫他做一百万次他都做完了 做一千万次他都做 而且他可以命令 你什么时间到重复做几次 时间一到重复做几次 也就是说你把程式写出来之后的话 他会自己去跑 跑完之后自动 后面也可以自动帮你把资料放在资料库 变成档案或者存起来之后的话 甚至帮你输出报表 报表的话你甚至可以画一个很漂亮的图 看一下涨跌的情况如何 对不对 而且他也可以同时帮你去处理很多事 比如说你有很多网站 你要同时抓很多网站上的资料 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也就是实际上写完之后 等同是把一个助理给写出来 所以以前可能需要一个助理 做反复重复的事情 你要告诉他 你那个事情要怎么怎么做 讲完之后他听懂了 听懂了他会去做 不过人的话 叫他重复做他很累 而且人是容易怎么样 有小聪明的 有没有 他可能会 哪个部分你跟他这样讲 他就会给你跳过某一个步骤 对不对 去怎么怎么做 当然这个是比较 有时候也不是不好 不过在电脑的话 不会有这个问题 反正你将他做几次 他就做几次 他什么时候做 就什么时候做 除非他坏掉 没电 停电 那如果这些问题不发生的话 那其实都还OK 那只是说你要怎么样让 电脑具备有重复做的能力 那其实就今天我们的重点 所以第一个 我们可能就要了解两个回圈方式 一个叫负回圈 一个叫坏回圈 那负回圈怎么样帮我们处理 重复的事情 那坏回圈怎么处理 那实际上有两个 反正重点都是重复处理 只是说负回圈比较偏重在 你会给他一个范围或次数 那坏回圈就是没有次数 反正就某个条件发生你就去做 某个条件不发生你就不要做 大概就这样子 OK 所以他的特性不太一样 那只是说我们要 怎么样 把那个 这个语言 讲出来让他可以看懂 他就会帮你做正确的结果出来 比如说我们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有没有 比如说1加到100好了 1加到100大家都会吧 不过不是这样用 用什么 用计算机 1加2加3 当然你一定会觉得 麻烦了 这怎么这么麻烦 1加到100 加到1000 加到1万 加到100万 OK 那如果数字越大 人就不行了 数字小还可以 所以有时候工作里面 土法炼钢 资料量少还可以 但是资料量一多的时候 尤其像现在大数据时代 资料一定会非常多 那这个时候就非常不适合 用人工来完成 那怎么办呢 你如果不会写程式 说真的很多工作还真的是不容易这个解决 因为你用人工来做的话 缺点是 资料量少可以 资料量多不行 第二个是说 如果做一次 下一次还要再重复 那你不用分了吗 对不对 所以导步一劳永逸 程式写完之后 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不用再重复做了 OK 因为它自动跑完了 所以很多事情 我宁可用写程式 我也不要土法炼钢 为什么 因为你土法炼钢 下一次还要再土法炼钢 再一次 也就以前你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 程式全部都可以代劳 OK 所以你说 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只要是那个 事情是比较相对 有重复性 而且复杂度不高的 我觉得应该都有办法 被电脑 或者被机器给取代 OK 那当然相对的 人的角色就变成说 你可以处理一些 电脑比较 不是那么灵光的 比如说有一些 模糊地带 因为电脑 缺点就不是黑 就是白 它如果要处理灰的部分的话 它就没办法 好 还有处理一些情感 有没有 处理感情的 它没有感情的 它完全是理性的 OK 所以如果里面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 灰色地带 或者有些人情味的东西的话 那电脑没有 怎么办呢 你就要人去介入就OK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说明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要一加到一百 或一加一千 等等的 那怎么办 我们假设了 我们第一个范例是 请你帮我把一加到九十九 那一加到九十九 成事怎么算呢 我如果希望结果 类似像这样 计算总和 就是四九五零 那以前的做法的话 不就是什么 可能你就是 一加二加三加四 有没有 一直加加加 所以第一个的话 待会请各位一样 开启什么 我们这个 应该这个环境开起来 如果上个礼拜的东西 你还在的话 应该一定会有什么 一定会有一个test 这个专案 专案底下一个SRC 那我们如果要新增一个新的模组的话 我上个礼拜讲过 这边按右键 你有一个module 那个module的名称的话 也许你取一下什么 一 我这边是加总一到九十九好了 OK 类似像这样 你就输入一个加总一到九十九 finish就可以了 假设我这边 假如呢 建一个名称的话 我们就直接 特别注意 不是在package 在name 这边的话 把它输入那个加总 然后一到九十九 那这边就尽量不要用这个符号 尽量用底线 因为符号里面的话 我建议都不要用 除了底线之外 一到九十九 那不过因为名称已经存在了 那我干脆加一个底线2好了 OK 好 finish 那它会出现这个template 一般我习惯是把它cancel掉 你不用OK 你把它cancel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进来 那再来的话 因为我要把计算结果加出来 所以之前的做法是什么 A 也许一个A嘛 A等于什么 1加2加3加4加5 最后把它print到100 有没有 加到九十九好了 可是问题 你这边一直加加加加 你可能 哇 手会很酸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你这个时候的话 点点点点点 当然这个点点点是我们看得懂的 但是问题电脑看不懂 所以你如果要让电脑可以看得懂的话 我把它改写 你要怎么改写呢 第一个 重复做的话 你就打一个for for之后的话呢 后面给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呢 就是我要产生 1 2 3 因为我要 重复产生的话 你就for i好了 i这个词 然后呢 i这个词的话 你跟他讲说 i这个词呢 我将来要变化 i这个变化 那我的变化是从哪里呢 in 你就后面打一个in的关键字 在哪里呢 在某个范围之内 当然你也可以给一个什么 串列 比如说1 豆点2 豆点3 豆点4 但问题来了 如果你这样 还要一直豆点到99 所以我教各位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范围 它那个范围是 1到99的话 那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这边 改成用range 这个函数 这个range函数呢 它就会帮你产生 一个范围的资料 那那个范围资料的话 你要跟他讲 第一个我要从1开始 OK 豆点 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告诉他说 我要到哪边停下来 特别说 如果我要到99的话 那停下来的话 要记得要输入100 OK 意思就是说 我到100停下来 但是100不要帮我产生 从1开始到100停下来 也就是说停下来 那个不输出的话 意思是1到99 所以这个range的话 意思是说帮我产生一个范围的资料 OK 应该可以看懂吧 最后的话呢 你就在后面加一个冒号 冒号表示结束这个叙述 OK Enter一下 好 这个时候i的词呢 它就会帮你不断改变 对不对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加起来 可是呢 在python里面怎么累加 特别注意哦 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另外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呢 我们之前有写过一个sum 假设sum 预设值等于0 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这个i的值累加的话 那记得哦 你可以写成这样 sum 等于什么呢 sum 加上什么呢 加上i就可以了 OK 那意思就是说 把那个后面的东西 先帮我加完之后 再帮我放到前面去 那也就是第一次啦 i是1嘛 那sum是0 对不对 那0加1 存到前面就变 sum就变1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i又变2的话 那sum已经变1嘛 所以1加2 变3 又再存回去 OK 应该可以知道这个概念吧 所以程式 不管哪一种程式 写的方法都一样 后面东西 计算完 存到前面去哦 所以哦 之前同学 比较容易有障碍 就是因为以前数学 都刚好颠倒 所以千万注意哦 不要用那个以前 数学的概念 来学程式 虽然有部分是一样的 但是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OK 它的概念是 把后面加起来的东西 存到前面去 那因为是变数啦 变数是可以覆盖的 所以它把它盖掉 盖掉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们加完了 有没有 i的值不就1到99 那意思是说 不就sum就是最后 是1加到99 结果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最后呢 再enter一下 但是记得哦 要缩排跑到前面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在 for回圈里面执行的 最后要输出的话 就是printer printer什么了 printer那个sum OK 不过前面好像要计算总和啦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我如果现在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哦 这里面是不是4950呢 结果刚好4950 那为了说让前面有一个变数 那为了说让前面有一个叙数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在前面加什么 计算总和 然后再加上这个变数 不过特别注意 好像上礼拜讲过 如果你现在这样执行的话 这个形态会出错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数字嘛 跟文字它没办法串 所以怎么办呢 它会跟你讲说 你要再加一个string 所以你就在前面加一个 把数字转换成文字的一个叙数 跟它讲说 你先帮我把那个4950 本来是4950 然后一个文 一个数字 那因为跟它没办法相串在一起 所以呢 记得把它转成文字之后 那再把它串在后面 这样就OK了 所以特别说 实际上这个string 指的是把它变成什么 文字 再跟前面串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把它输出 结果应该就会变成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OK 所以基本上 以后很多地方都会用for-way圈 回圈有两个啦 for-way圈跟fire圈 最重要是for-way圈 fire圈用到的机会 可能相对的比较少一些些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可以听懂我的意思吧 好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着打打看这个程式 OK 那里面刚刚最重要的 不外乎就是一个for for I in 后面的话 因为我们要产生1到99 所以记得用range 只要是你的数字会 一个范围的话 你就记得用range的这个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主要用途是帮我产生这个就是一个范围的值 OK 它预设值是越来越大啦 123456到99 不过这一题其实可以做个变化 什么变化呢 如果我希望帮我把里面的什么呢 里面的基数值加总 没有偶数 也就13579的话 怎么办 OK 这一个变化题 如果做完的话也可以思考一下 把那个for回圈里面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办法再改 13579 让它可以是基数值 或甚至你也可以是偶数值 反正这部分的话呢 可以做一些变化 基数偶数 甚至未来是13579都可以 比如说可以是三 被三可以整除 被三可以整除了 帮我全部加在一起 OK 或诸如此类的 反正这些变化题还蛮多的 主要就是训练各位 熟悉for回圈 特别说for回圈相当重要 很多同学 在那个卡 大部分都是卡在for回圈 那回圈基本上重点就是重复做 OK 其实这个概念如果可以过得去的话 未来在这个撰写程式里面 就会轻松很多 我刚刚讲过 人最讨厌就是重复做 但电脑其实它的专长 就是重复做 所以你只要训练它 能够听懂你叫它重复做几次 那就很好用了 OK 因为有的时候说真的 你真的要叫人去 一直反复做一些事情也不人道 所以倒不如你把那个程式学好 那第一个 其实我个人是真的有时候跟人沟通有时候真的 人真的变化太大了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那种事情只要是不要逻辑太复杂了 我干脆自己写个程式把事情搞定就好了 那需要人的地方的话 08年克刚也把这个纳进来了 然后呢 各大企业现在最缺的其实就是程式设计人才 那现在其实最缺的 第一个当然除了会写程式之外 还要真的很熟的 会写的 而且最好是能够不是只是专会 只是单单会写程式 还要能够跨领域的人才 因为你要用嘛 你不是只是会程式 会程式的人并不很厉害 厉害的应该就是你可以把 不同产业的相关的这个知识 把它再纳进来 才有办法再产生一个新的应用 否则的话如果只是单单程式 说真的也不知道写什么 写出来也不见得是大家要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后悔圈 把1加到99 OK 试一下